今天本土新增了8例分别 是在台南高雄跟宜兰 其中台南的4例跟盐水养鸡农是相关的 主要是因为他们搭乘同一般的结薄车水研判 因此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染疫 那高雄这对夫妻则是去过先前确诊个案的美法店 那宜兰两例则是先前20395火锅店员工的非同住家人 今天有8个本土病例 那是四男四女 那年龄在三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之间 本土确诊突然又逼近十例 南北县市都有分别在台南高雄宜兰 其中四例暗号21031到21034 3月7号裁剪都阳性 四个人曾经跟驻盐水养鸡场的四姐夫 搭同一班接驳车 指挥中心研判因此可能染疫 是一台这个算接送附件的一个接驳巴士 那其实在这个2097是在3月6号公布确诊的时候 就已经匡列这个车上相关的人员了 此外高雄的两例个案是一对夫妻 他们在3月7号出现症状 疫调发现他们在3月2号曾经前往自住餐店女员工 姐姐的美法店遭到感染 另外宜兰的两例则是按20395火锅店员工的非同住家人 两个人居隔期满裁剪阳性 20395是姐姐帮妹妹 也就是境外移入个案送餐 让外界质疑边境放宽 是否居家紧易的风险增高 入境后启动新制 10天居家紧易指挥中心也呼吁 务必依照快筛等相关规定 避免染疫 预计新制后本周入境人数会增加 未来将持续观察阳性率 是否也跟着盘升 记者综合报道 词之诺